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家小米酒没有让我醉啊 因为民雄教我唱这歌 一唱好像就要一喝就要醉的感觉啊 那个是酝酿啦 你们慢慢喝慢慢喝 越喝越香那种感觉 不能一开始就很烈 可是我要请教一下 我也曾经在部落喝过小米酒 那个小米酒是我去了花莲 我去演出的那天晚上他们招待我 为什么一入口的感觉就有一点不够甜 我这样讲的形容好了 是它浓度太高吗 对有不一样的 小米酒也有蒸馏的啊 蒸馏酒我喝过 没有味道 很像二锅头有没有 它是精华 像那个小米酒也有蒸馏我也看过 就是完全透明的像白酒一样 然后它的浓度比较高 然后最其实我喝过最 最纯的小米酒是泰雅族的 纯到什么程度啊 哇他们就是很他们会用一个瓶 很像装那种腌肉的那种透明玻璃的那种没有 是对 然后它就酿在里面然后跟米 所以他们是怎么喝的呢 他们是打开 然后喝完以后还有给你一个汤匙 可以挖那个小米有没有 在里面 甜甜的 好那你知不知道 大陆来的外省人 他们常常也会酿 酒酿 听过没有 酒酿 酒酿就是很多小米放在里面 泡成酒以后 那个真是甜又香 但是喝不了几口 你就倒 麻辣上了 麻辣上就是倒了是不是 对就是喝酒醉 你知道可是它常常拿来煮蛋 所以叫做酒酿蛋 可是一般有些人是吃不惯这一道 你也可以当成早餐吃 也可以当成甜点吃 对我们应该会很习惯 真的 听你我光听就很想吃了 讲了小米酒 当然跟今天的中元节有关系 因为我就想说中元节 如果在你们那会不会用 用小米酒来敬天 会会会 是吗 对对对 那叫米粒姓 然后也花脸叫米粒姓 我听过 米粒姓是 就是祭祀的意思 米粒姓 祭祖灵 祭神 是 祭在地的神 还有祭天上的神 还有敬我们的祖灵 对 祭祖灵 米粒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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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对对对了 刚刚那个我们上一个阶段 谈到那个 我还是很好奇 就是 那个凯伦老师说 你小时候 那个行天宫的 你做了一件好事 那是什么 好像没有讲完 我小时候是 应该是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人生跌倒的时候 有一天台湾有一位真的大歌星 那个知名度 那个分量 就是跟我们的阿妹是一样的 崔台精 这个连我都听过 对 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 你去不去行天宫啊 我说我很少去 你最好去行天宫拜拜 我说为什么 他说里面的关老爷 对我们这些演艺界的 做生意的都非常照顾 我就去了 我去了以后 我一看到那个行天宫 其实我是被四个字给吸引住 四个字 他在关地庙的 关老爷的像下面 有四个字写着 中 意 千 秋 我就想对人要中 对不对 对 然后对事情要讲意气 这个好像是我从小 在眷村长大的文化给我的 就是对人要忠心耿耿 你对一个 比方我们现在 我们在 RM Radio 我就是永远把这里当成一个 你的 你的一个很信的过 而且你对他很有信任度的一个家 这就是忠义 那如果有道义上偏颇的地方 绝对不允许 我是因为这样 那个时候才开始 就是心理信仰的关公 我到世界各地 包括大陆 哪里我都是去请关公回来 一直到开始回到基督教以后 这些全部开始供出去做义卖 我没有像一般人一样说 就把它毁掉 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辛辛苦苦 收集请回来的宝贝 我可以给其他 希望分享的人来分享 但是你募来的款 捐给那一个受证单位 哎呦 真的 如果要讲到关公的话 他比较属于民间的神 对 他是属于怎么讲 大家信仰他 其实不是信仰他的神性 因为毕竟他以前也是人 是 对 一般民间为什么会崇拜他 是因为信仰他的精神 人就是仁义道德 他的故事性 有没有 我觉得像他其实很多那种 做伤的啦 或者是 比较讲负面的 可能 也不是负面 就是可能在道上的那些兄弟啊 到警察 对 就有危险性的 他们都会去奉行关公 就是仁义道德 不管多危险 仁义道德放在前面 是很重要的 忠义精神 那事实上今天的9月5号 我是想跟你分享一点 你刚讲人是对的 什么事情都是人做的 我们以前刚刚开始投保的时候 保险 我哪懂什么保险 朋友也是来拉我们 对不对 我第一个印象是某一个 什么山 他们家的保险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常常做公益 所以他给我的印象说 这个常做公益的企业团体 他基本上应该就是心向善的 所以他来找我 我对他的印象就第一个好 对不对 那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接触到企业界 帮他们主持了 然后我现在就有一个好朋友 他们每年固定的给全省 需要富康巴士的这些机构 包括政府单位捐 今年是最后一次 因为他们许了个愿说 他们同仁薪水的1%左右 拿出还是千分之一 我一下忘了 就是要捐出来做慈善基金 然后就开始捐钱 对 昨天 对不对 昨天我们刚好邀请了那个 永达保金的副总 没错 那也巧的是什么呢 我大概几乎每年都跟着他们一起 做这个好事 就是捐富康巴士 我去主持 今年是他们第十年 第十年 哇 今年看到台北 新北市 桃园 新竹县 苗栗县 台中市 高雄 还有屏东县 这些都可以分配到 至少一辆 一共十辆 那这样他们这十年下来 就是一百辆 一百辆 的心愿 捐给了政府单位 去帮助那些需要 富康巴士的朋友 真的太重要 昨天根本没有提到 提到好像就是一辆两辆 那感觉还好 我今天终于讲出了 一百辆 一百辆 不是十辆 不是 可是它是分十年 分十年 可是你知道 他们的同仁 虽然我刚刚说 不管是千分之一 每个月的薪水 或百分之一 这是他们的心意 问题在还不够的部分 他们自己的长官会认购 认捐 所以刚昨天来那个 曾华 曾华副总 他就心愿等了十年 他终于能力够了 他就在这个最后十年的这一次 捐了一台 一个人 自己捐了一台 对对对 哇 那一台 可能老师你觉得 你光看这样一台 花多少钱 少不了六十万以上 对不对 到一百万 对啊 那种 那种巴士我看过 就是常常会停到社区 门口 或是大楼 楼下 有没有 他后面还会有电 那个电梯 对对对 可以把那个人 那个轮椅抬上去 对没错 你光那个东西 就多少钱呢 少不了六十到一百了吧 对啊 我觉得百万跑不掉 嗯 这都是大家的心意 其实 所以我常常觉得 包括我们的频道 Aliam Radio 对 我们如果常办一些活动 是跟公益有关的 那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你常常的曝光 他就知道 你这个频道是充满着爱的频道 对 正面能量 是不是 真的要散啊 真的人真的要散 我真的觉得 我到这一生当中 到目前为止 我贵人 我遇到好多贵人 我就秉持一点 就是要善良 对 人只要善良 好的能量就会流下你 是 没错 真的 人只要心存善念 你会 你会经历到什么叫做 化险为夷 化险为夷 然后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是因为你慢慢慢慢的累积的 我有时候静下来在听我们节目 在想说 你看很多频道 他也是去做一些流行歌曲大赛 或者年度流行颁奖典礼 人家做流行 我们做另外一块 那一块是哪一块呢 就是这个社会特别需要爱的这一块 对 跟所有有爱相关的活动 从这个做出发点的话 这就是一个有爱的频道出现 真的 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太需要这样的能量了 因为现在社会 台湾有点拥挤 是 然后乱象也蛮多的 没错 但是真的有时候就需要很好的能量 去把这种负面能量去掩盖过去 或者是改善它 这是我们今天两个 Baccalona Baccalona小助理的小新生 跟所有的听众来分享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 我听到 你们放一首歌好好听 对 那是什么声音也好听 那是哪里的 就是我今天要 就是这个阶段要介绍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是来自苏米恩的歌 又是苏米恩 我真的太爱他了 对对对 他这首歌叫做 别在都然的土地上 都然就是台东 对台东就是他的部落 就是沿海部落 我之前介绍过 很棒的一个部落 风年纪在七月中 然后今年已经过了 所以明年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很舒服 这首歌曲 就是Bassanova的歌曲 太棒了 跟我们节目好搭 对对对 你做的那个演奏曲 前奏 Jingle 都是有一种Bassanova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我喜欢他的歌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 慵懒又舒适 那个音乐像海风一样 这首歌曲 别在都然的土地上 说你爱我 别在都然的土地上 轻易的说着你爱我 这份感情太过朦胧 我还不能够承受 别在海洋的土地上 轻易的说你爱上我 再破坏来临之间线 别说出口 海风吹过 树影播说 歌声从来没有听过 快乐许多 不知以后 有谁带来问候 奔老太多 呼啸而过 用我来保守 别在都然的土地上 轻易的说着你爱我 这份感情太过朦胧 我还不能够承受 别在海洋的土地上 轻易的说你爱上我 在破坏来临之间线 别说出口 别在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 这份感情太过朦胧 我还不能够承受 我还不能够承受 别在海洋的土地上 轻易的说你爱上我 在破坏来临之间线 别说出口 在破坏来临之间线 别说出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